5月1号在闭馆近百天后 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有序恢复开放 当天上午八时许 记者在故宫五门广场前看到 检票口前的地面上贴着标示安全距离的警示黄线 游客们有序排队等待进馆参观 据悉故宫博物院实行实命制预约参观 需使用第二代身份证或护照信息预约购票 当日24时前可预约10日内门票 恢复开放后的故宫门票价格 仍是旺季价格的60元人民币 每日可预约人数从此前的8万人减至5000人 观众进入前需出示有效身份证元件 并提前准备好本人实时健康码 入院前配合接受体温测量 现在我们通过网络预约的方式 每天预约5000名观众 上午时段是3000人 下午时段是2000人 这样我们分开时段让大家分流参观 保证我们观众的健康安全 在我们进入这个故宫之前 我们现在多了一个程序 也就是大家来到我们的五门广场以后 要到观众服务中心 扫一个我们北京的健康码 我们目前全程是无接触式的 大家是通过自己的身份证件 进入我们的检票区 自己拿身份证一刷卡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检报区就可以进入了 当天不少参观者早早来到现场 赶在开放的第一时间入馆参观 就一直想过来看看来 正好昨天一说 赶紧的网上那个 就是那个逾越上了 不到12点那票五一就没了 机动6点就起来了 赶人第一批 我们还好就是前两三个吧 真得有二三十年没来了 这是一机会 必须要来看一趟了 进来之后每个人都是就 有一米线黄线 尊重人家这个人家那个景区的 这些服务都挺温馨的 都挺到位 上次来故宫是还是冬天的时候 就是金顶附着白雪都挺好看的 然后这次四个月以后 想来看看春天的故宫 到处都是生机样然绿油油的 充满了生机 据悉目前故宫开放了前三店 后三宫 御花园 外溪路 寿康宫 慈宁花园区域的室外展区 及东西六宫部分远落 珍宝馆 钟表馆等室内展厅和室内服务场所暂不开放 五门城楼 东华门城楼 省五门城楼 及相连城墙暂不开放 开放的原状陈列店鱼 采取店外护栏隔离的参观方式 记者注意到 每个景区前都有手持指示牌的工作人员 游客根据指示有序参观 公共休息区的游客 也都按提示间隔安全距离 现在故宫的开放区域呢 主要以中轴县 还有西部地区为主 在这些地方呢 我们都增加了这个工作人员 在这个随时为观众提供服务的同时呢 也增加了很多的温馨提示 一种呢就是在开放区域呢 新增加了69个这个新型的这种各种指示牌 还有我们做了60块的手持的这种温馨提示牌 现在我们故宫呢 对开放区域呢 进行全面的消杀工作 整个对室外的区域呢 是每天进行三次的消杀工作 室内的区域呢 我们更增加这些消杀的频率 所有的这种使用的这些器具呢 都是一刻一用一消毒 也请大家放心使用 根据五银下息期间 天安门地区客流管控规定 天安门东西两地铁站 采取临时封闭车站措施 对此故宫工作人员表示 观众可通过多条路径 到达故宫检票区 如果大家呢 之前购买了中山公园 和劳动人民文化工的票呢 他们可以参观完以后呢 随后呢 就通过这两个园区的北门呢 进入到五门广场区 东边的观众呢 可以从这个南池子大街 到东华门沿东筒的河 进到东雪门 西边的观众呢 可以通过南长街 通过西华门西筒的河 进入到西雪门 都可以到达我们五门广场地区